實在就是SUM 大家好 我是車新汽車的李一展 可以叫我小巨人 今天來為大家介紹這台 2016年的Infinity的Q30 那首先這台車呢 它是一個跨世代的五門先輩車款 它不像一般的那種五門小車 它有點偏拉長型的車身 蠻多年輕人會喜歡這台車的 Infinity它的頭燈 我覺得它最漂亮的地方就是 這個有點像鷹眼式的頭燈 搭配它的日行燈 以及它的LED的魚眼燈具 MAC的部分它是有包住的 所以這台車是有ACC的跟車系統 前面中網的InfinityBud 是採用鋼琴烤漆的 整個車輛的質感提升了不少 側面輪拱上方一樣是用黑色的鋼琴烤漆 鋁圈的部分是18吋的鋁圈 側面的線條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用比較誇張的一個肌肉線條 它看起來又更年輕更好看 現在幫你們介紹它的內裝 中古車我們最在意的 一定是所謂它的里程數 這台車里程數只跑3萬多公里 相對起來它有別於其他市場上的Q30 里程數是它的一個優勢 看到方向板左側跟右側 都有我們的控制鍵 音響的大小聲 語音雙控系統 半檔撥片 後面的部分有ACC的跟車系統 車道便移系統 再看過來中控螢幕 配置它是包含了導航系統 倒車影像 藍牙連接 免持電話都可以用 這邊是採用雙區的恆溫空調 包含溫度風量 都可以做個別的調整 1.6的風扇板 所以它是配有全景式的天窗 大家看到後座這邊 這台車它雖然是五門的先輩車 但是 跟其他的五門先輩小車比起來 它的後座還是非常的寬敞 有家庭有小孩的 車主也不用擔心 它這台車都配有ISOFIX OK 好 那後車廂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 五門的先輩車 它的好處就是開口非常的大 放東西都會比較方便 大家如果說去大超市大市場 採購的話 後面空間不夠 我們的椅背一樣配有64分離的功能 那我為大家展現一下它的空間 64分離放下來以後 它的後面的平整性非常的好 空間也展現得非常的大 大家不用擔心說不好放東西 它是做1.6升搭配渦輪引擎 它的最大馬力是156匹 扭力的部分是25.5公斤米 大家最擔心的就是買到 事故車啊 泡水車啊 或是引擎變速箱可能有問題的車子 我們SUM車芯汽車 給大家最好的保障就是 我們會做所謂的 夜時認證 這台車 2016年Q30這一台 都是全車原版件 包含引擎 變速箱 方向機啟動馬達 認證都是合格的 可以放心購買這台車子 也會提供售後的保固 大家都會有想要開 進口車的一個理想 那我們這台車是2016年出廠 化牌日期是在2017年 里程數只有跑3萬多公里 目前我們開價是92萬8千塊 有喜歡這台車的朋友 歡迎大家來我們車芯汽車賞車 我是車芯汽車 翼展小巨人 謝謝大家 喜歡影片的話 幫我們按讚 訂閱加分享 掰掰 現在就是S.U.M.